党枪人若被噤声 冲逢者将孤立无援 秋风秋雨仇杀人 中外征集千名声援中国侠女耿潇南 自由亚洲华盛顿手记 我是北明 这是海外声援耿潇南联名签署信的第一句 自中国良知千马人 求中良心送饭人 受难英雄收尸人 大陆侠女耿潇南被囚禁两个半月以来 国际社会对此一事件的报道持续不断 仅以英语世界媒体的相关报道而论 截止到11月22日 最近几天 新一轮的报道有 11月22日 香港苹果日报英文版 题为 北京律师会见被捕异议人士耿潇南受阻 11月21日 自由亚洲电台英文版 题为 中国加大对未意见人士发声的出版商的指控力度 11月21日 EX Bulletin 题为 中国对未意见人士说话的出版商加力指控 11月12日 国际关心科学家委员会 致习近平的公开信 上个月10月26日 中国人权卫视 提为出版商发声支持政府批评者之后被正式逮捕 10月23日 提为出版人耿潇南 为意见教授许章润辩护被捕 同日 中国救助 提为 北京当局以含混不清的非法经营为由 拘留耿潇南 10月22日 亚洲新闻 提为 出版人耿潇南为意见教授许章润辩护被捕 23日 北京学者和艺术家呼吁释放出版人耿潇南 10月20日 南华早报提为意见法学教授说 被捕的出版人耿潇南是在为支持我而付出代价 等等等等 这个英文世界的各种报道 耿潇南因言被捕的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 我暂次就在这打住了 那么关于国际社会英语世界的声援 需要特别补充说明的是 以后汉学创始人 著称于西方汉学世界的著名汉学家白杰明 很久以前就关注许章润的学术研究 自许章润获中国当局格外关照开始 他就在他编辑的疑点网刊上建立了许章润的专栏 收集整理翻译编辑当局迫害许章润的海内外 有文史特色的汉语的相关文字 而当耿潇南因声援许章润等大陆受迫害的 异议人士而被刑拘之后 白杰明先生又开始翻译整理编辑耿潇南事件 相关的各类有汉语水准的文字 包括专题报道、人物特写、诗歌、评论、散文等 并以此为耿潇南也建立了个人专栏 自由亚洲电台本节目《华盛顿手机》 有关耿潇南的系列话题的部分节目文字 也蒙白杰明先生不弃翻译成英文 编入了耿潇南的专栏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疑点网站上去浏览阅读 可以在谷歌搜索疑点耿潇南 这几个关键字就可以搜到 接下来我要把海外华人世界的声援信 和美国关注科学家委员会 致习近平书全文播送给大家听 首先是11月12日 美国关心科学家委员会 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封信 此信是直接寄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 辅幼街二号的国务院办公厅 抬头是习近平主席阁下收 此信同时抄送位于华盛顿市区的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崔天凯大使 以下就是这封信的全文 阁下 关心科学家委员会 是一个由科学家 医生 工程师和学者组成的独立组织 致力于保护和促进全世界同事的人权和科学自由 我们致此函 对图书出版商 艺术家 电影制作人 前清华大学教授 耿潇南的处境表示关注 耿潇南因表达对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的支持 而与其丈夫秦真一起被拘留 章润在七月被拘留 随后据称因批评政府而遭学校开除 虽然耿潇南被控非法经营罪 据说与他的出版公司瑞亚文化公司有关 这些指控似乎并不属实 他之被拘留的原因显示是因为他行使自由表达自己信念的权利 以及支持呼吁政治改革 并因此丢掉工作或入狱的学者和知识分子 他和他的丈夫自九月九日被捕以来 已经被拘留了两个月 人们严重担心他将继续被关押更多的时间 我们敦促您释放耿潇南 因为他所面临的指控 即使正确也是非暴力性质 他的律师坚持认为他应该被保释候审 感谢您关注这一重要的事项 我们期待您对这一情况的回复 仅此 关心科学家委员会共同主席 乔尔·莱伯维茨 保罗·普罗茨 沃尔特·瑞西 优金·楚德·诺夫斯基 亚历山大·格里尔 超颂 华盛顿特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崔天凯大使 接下来为您介绍海外华人学者发起的声援 耿潇南的联名签署书 已经开始征绩签名了 这封呼吁书草成于耿潇南被刑拘的第三十天 因为对中国当局善待耿潇南抱一线希望 期待在刑事拘留期满第三十七天的时候 当局释放耿潇南 故签名虽然开始 却暗下未发 善意的幻想是给中国当局修正苛政留个台阶 但是不出所料 在第三十七天 耿潇南刑事拘留期满的当天 他就被中国当局起诉 并被正式逮捕了 这是这封引而不发十七天的 海外联名签署信 最终不得不发的原因 说到这封海外发起的声援信的签名人 虽然中共势力在国际社会到处渗透 但海外能够免于恐惧而敢于发言的华人 是少数族裔 相对于中国大陆14亿同胞 全美只有500万 全球总数最高也就是4500万 是大陆人口总数的3%左右 所以海外的签署人总共是277人 到目前为止 有分别来自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国大陆各地人 在内的美国、台湾、香港、日本、马来西亚、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俄罗斯、德国、芬兰、瑞士、丹麦、匈牙利、全球15个国家的各界人士 三位知名的汉学家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有 美国加州大学合宾分校校长教授林培瑞 新西兰疑点编辑白杰明 均在联署书上签了名 据悉 此联名声援信依然公开征集签名 请关注本节目下方的文字及签名信箱 好 以下就是这一封公开联署声援信的全文 秋风秋雨仇杀人 中外征集签名声援中国侠女耿潇南 党枪人若被噤声 冲锋者将孤立无援 2020年9月9日 耿潇南女士和她的丈夫 以莫须有的非法经营罪 被中共当局拘捕 人所供知 耿潇南本次被刑拘 导因于她为中国法学家 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的仗义直言 此前 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 因批评中国当局而被割除教职 开除公职 萧南女士挺身而出 为声援许章润连续接受国际媒体采访 介绍背景 披露真相 公开明冤 结成呼吁 萧南女士一向主持正义 悲天悯人 即便危机四伏 依然舍命汉君子 持续不断为许章润 许致勇 陈秋实 丁家喜 王仪等良心犯奔走呼号 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耿潇南谦卑而明确地宣示他对自己生命价值的思考 他说 在这个时代 我做不了英雄 但可以为英雄献花和欢呼 为英雄牵马 为英雄挡枪子 为英雄收尸 十二月党人的女人 已经深深唠嗑进了我的骨髓 萧南女士 慷慨负义的精神 令人动容 2020年8月 公权力阴云渐浓 如影随形 她对劫难 欲感真切 我觉得我快 但她仍然无惧而坦然 她说 求人得人 该来的总会来 她始终持守着自己的精神高度和历史位置 我们的所言所行 要配得上我们所受的苦难 在今天这个冷血 自私 相怨 猥琐的时代 萧南的行为 延续侠女秋锦 与圣女林昭的公益热血 其人格闪耀着人类良知的光辉 今天 当局冒天下之大不韦 给她及她所代表的中国良知 勇敢 真诚 公义 善良 悲悯 悍然至罪 在 耿瘟南女士 被他人自由而献出自身自由之时 在她与中国牢狱中遭受巨大孤独和苦难之时 我们愿同她站在一起 向她表达沉痛的关切和至高的敬意 我们呼吁中国当局 依宪法行事 还耿瘟南夫妇自由 给自己留条后路 天网恢恢 输而不漏 事若作绝 天不可恕 最后的审判 事难逃避也 请三思之 本呼吁开放联署 联署者请把您的大名 括号真名括号完 职业 驻地 发到下列信箱 这个信箱是 汉语拼音全拼 中山剑 然后是阿拉伯数字 1928 然后是HR 然后是Outlook Outlook 拼法是 O-U-T-L-O-O-K 点儿 C-O-M 2020年10月9日 联署发起人 美国维基尼亚州 作家 郑毅 美国纽约理论家 胡平 澳洲墨尔本 歧视文化基金会 创始人 独立中文笔会 前副会长 齐家珍 美国维基尼亚州 思想史学者 纵览中国主编 陈奎德 美国纽约 中国民主运动义工 陈立群 好 各位听众朋友 这封信也为您播报完了 在这次节目开始之前 我征得了海外这封联名签署信的 签名征集人的同意 挑选了十位签名人的复言 我想读给您听 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权 每年以超过军费的 以万亿为计的巨额支出 用于镇压人民 坚持八年不屑 导致万马其音 大批良知 寻求乘服出走 而通过这些复言 您可以清晰地看到 民心虽然极度地压抑 但他没有死亡 他仍然在寻求表达的空间 为了签名者的安全起见 举凡是这些复言来自大陆的 我都把他们的姓名引去 第一个是来自中华民国的林伟峰 他在签名之后说 但愿那声声呐喊 能唤起那沉睡的良知 能盼回那对自由 对安宁的权利与和平 愿携手一道推翻那 自以为坚不可摧的墙 创造真正自由民主的中国 接下来是大陆的一位 他复言说 自由不死 呐喊不止 每一位替我们发声呐喊的人 都是英雄 接下来是中国的某某 他说 我无法帮助耿肖南 但愿在此签名 作为声援 以肖为榜样 在以后的生活中 勇敢反抗不公 多多声援他人 从小事做起 从身边做起 一个蝴蝶的一次翅膀的山洞 可能引起南美洲的异常风暴 你的一个签字支持 或许会改变中国 我们希望到老时 我可以平静地迎接儿孙 看着荒唐的历史时 望向你那稚嫩的眼神 接下来是中华民国 许玉伟 许玉伟复言说 谢谢您分享 耿肖南女士的事情 我愿意尽微博之力 帮助耿肖南女士 接下来是大陆山东 一位签署人 他说 为众人报心者 不可使其洞壁于风雪 为自由开路者 不可使其困顿于经济 大陆另一位签署人说 一个生活在大陆重庆的 中华民国人 在此声援耿肖南同仁 另一位说 此番联署不知是否需要实名 我来自大陆匪朝 如可以 话名就签署 Wang Blue 所以他的签名叫Mang Blue 另一位说 声援耿肖南 中华民国大陆沦陷区 再有一位 他说 我叫林济中 是福建福州人 愿意签字表示 对异议人士耿肖南行为活动的支持 多一个发声的人 就少一个冷漠的看客 现在我人在海外 想来是最安全的人群之一了 比不上冲在前线的勇士 还是应该在后方 做一点微薄的工作 有一位叫Tad Lee的说 我已不在魔鬼统治的国度 但仍挂念鱼魔抗争的勇士 各位听众朋友 这次节目就到这结束 这是自由亚洲 华盛顿手机 我是北宁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